明天早上中華民國史上最大的行動即將要展開 可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因為最重要就是在洪仲邱案件發生到現在 整個軍檢讓全民非常的失望 因為軍檢的蒐證真的是 為了追洪仲邱案 我從7月8號一直查證到了今天 那我很誠實地跟各位觀眾報告 我們對洪仲邱案的期待不宜太大 或許他判決出來的結果不如我們的預期 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 就是軍檢辦案缺失太大 各位曉得洪仲邱案 差不多7月3號到7月4號發生的 7月5號到7月7號是陸總部 還有其他單位的行政調查報告 開始進行調查了 然後一直到7月15號他才介入 請問距離洪案幾天 10天了 對 那在這個10天當中 我們發覺軍高檢如同無頭的蒼蠅 他們天天準時收看的就是新聞龍捲風 就是新聞龍捲風講到哪邊他辦到哪邊 但是新聞龍捲風不講的他也不敢辦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看 好 7月5號你該去查扣的證物 7月15號你飛彈沒有查扣你放掉了大魚 他們是不是經驗不夠啊 他們不是經驗不夠 因為已經10天過去了 我在這裡我講就是說一個關鍵的證據 52旅的錄影彈你第一時間你有沒有去釣 沒有掉喔 嗯 對 當我們在7月11號講到了7月9號 沈威智等人的滅政大會 早上一次下午一次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查過這個問題 他這些新事證事到8月2號起訴書寫完了以後 好 曾傑起訴寫完了以後 他們8月2號他才去查 我在7月11號我就講了 其次我再舉一個最具體的例子 各位理不理解 沈威智他們的串政不止一次 所以你只要去過542旅的旅部大樓 你可以發現1樓2樓3樓 他們到旅長室都有一個監視器 直接放到旅長室的門口 誰進出他絕對知道 所以只要看那個監視器就知道 有誰進出旅長室了 對 還有一個 從2樓的監視器 整個旅部大樓有16組監視器 請問軍高檢有沒有調 你有沒有把這些監視器當作證物 沒有 等到他想到的時候他要去調的時候 各位都在8月以後了 都在8月以後 請問沈威智7月9號的 7月9號的滅政大會 還有7月13號的等這一些 我想請問一下軍高檢你有沒有去辦 沒有辦 好 然後在約談證人 秘密證人 為什麼沒有去查 在第一時間你應該要查什麼 第一時間你應該要把各級長官的傳令兵跟駕駛兵 把他傳過來 傳什麼 你要問他什麼 很簡單 洪仲秋跟張志偉 那天在車上談了什麼 何江中跟黃天任談了什麼 有沒有提到醫務室的問題 有沒有去查床位跟體檢報告 然後你再去問那些所謂的文書作業室 或者問那個其他的職位比較小的 就是說視頻會會議的記錄是誰寫的 為什麼第二天提出等等這一些 結果他們都問什麼 問范左縣 問那些軍官 那些秘密證人士等新聞龍捲風 一個一個提了出來的時候 他們才開始注意的嘛 還有 就是說他在第一時間 為什麼沒有扣押何江中 范左縣 陳以仁 我們從7月8號講到7月9號 你還記不記得 7月11號講到滅政 如果他們聽到了那時候 趕快下去辦的話 這幾個人先行收押的話 未來沒有那麼多的問題 結果我發現軍高檢 曹姐姐 她那個時候她還跟我們在那邊辯論 我們講的不是事實 結果你的報告都證實了我的說法 除了這個以外 更令人發指的 像這一些我們叫做物證 這一些我們全部都叫做物證 好 我們先講書籍醫務 書籍醫務請問 在7月3號當天晚上 誰負責去搜索洪仲秋的內物貴 劉嚴俊 請問你有沒有傳過劉嚴俊 你有沒有傳過 副連長 副連長 副刀長 你有沒有傳過 傳了都是說謊話 都把它推給警衛牌的牌長 郵牌長 但是他們都忽略了 當我要去查這個案子的時候 一定要看到一物清單上面有什麼東西嗎 結果他們連一物清單都不看 也沒看到 除了沒有看到以外 各位看大兵手機 我們不用說了 那我相信君高姐的說法 是因為洪仲秋懶 所以他沒有寫 好 這個就不一樣 書籍醫務還給了洪家 手機MP3也還給了洪家 但是新府報告 監視錄影帶 還有死亡 死亡筆記本 我跟君高姐講 我實在不想跟你辯論 我也不想跟羅少和辯論 至少三個人 至少三個 一個姓蘇一個姓陳 姓陳的已經調走了 姓蘇自願意的他還在 五四二旅 還有一個叫做T先生的 T先生截至目前為止 我坦白告訴羅少和 我也坦白告訴國防部 T先生就是在7月10號跟我講 7月9號的整個的滅政大會的過程 他看到了什麼 他看到了死亡筆記本 然後那天是7月9號 到7月19號 他又在監察官的桌上 看到了死亡筆記本 那行政官 新府官的業務士文書士 他們都看到了新府報告 而這個新府報告居然是洪仲秋自己寫的 果然是59分 那這一些相關重要的證物 君高姐 通通相信被告的說法 而不相信原告的質疑 更重要監視錄影帶 當我講269旅的時候 他就給我回應269旅 我現在告訴各位 五四二旅的監視錄影帶的所有的滅政 都在監視錄影帶上面 所以那一位兵 他才會從監視錄影帶看到誰進出旅長室嘛 我先後講的九個人 這九個人當中是有重疊的 他們就是從錄影帶裡面看到了串政 況且不止一次 那這一些君高姐有沒有給我們交代 非但沒有他是戒查手機 然後說你們不能再說死亡筆記本的內幕 否則以偽政罪辦 看看君高檢的辦案方式 真的跟外面的地檢署辦案是不一樣的 這樣的辦下去 當然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夠揭穿了 所有的聲像都不能夠出現 可是現在君高檢這樣子辦下來 我們再來看看軍事法院 軍事法院同不同意這被害者家屬月卷 好像前面都不太同意哦 後來說哎呀你們要求的時間是8月14號 其實不對哦 真正的家屬跟律師團老早就要求希望能夠月卷了 結果在我們龍捲風提到這一點之後呢 總算在今天的時候真的是月到卷了 律師團派了大約10多人來月卷 可是你想想看卷宗那麼的多 在今天一天時間內要把它月完有可能嗎 洪慈庸就提到說這樣的月卷方式實在是太誇張了 讓我們的這些被害者家屬覺得這壓力好大 真的是好大 為什麼這地軍事法院他們不願意提前月卷呢 昨天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講到一個震戰的同學會 震戰同學會嘛 就是昨天說有甚至上禮拜六的同學會 甚至有少將參加 然後其中大概階層都是一些中校少校這些人嘛 大家知道在這8月10號的同學會之後11號12號13號 這天發生了什麼事嗎 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軍檢跟軍事法院整個大動員啦 在幹嘛在加班耶 做什麼 在做卷宗啊 做卷宗啊 卷宗趕快生出來給我們家人看啊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一般我們在民間的司法院那個卷宗嘛 卷宗應該是從你偵查階段一路一路 收集的資料 收集的筆錄 現場你要去月卷絕對就會有啊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們軍檢好奇怪喔 整個卷宗你竟然是在這三天裡面趕出來的耶 那趕出來的你給人家月卷有任何意義嗎 這代表說你不是最原先的那一份 不是從筆錄那些一路收集過來的啊 那這資料我們還可以信嗎 最後一道桃檢你覺得會有什麼結果 嗯 那就是沒有結果了嘛 看看啊 現在軍檢的整個資料呢 他們現在居然才要整個彙整起來 為的就是要給家屬看 好不容易今天家屬總算是看到了 等一下洪舅舅就會到達我們的現場 告訴我們在他們今天整個月卷的結果 可是呢 明天一大早大家打開電視 將會看到的是一個大陣仗的移間行動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移間行動就很像那電影場景 都是SWAT的那種場景喔 這移間啊 可是規模陣仗非常大 警察加上憲兵還有鎮報車加上這浴車 球車主要就是要把這些人移往一般的監獄去 可是啊 住在這軍事監獄裡面 你一定覺得說日子非常的苦啊 苦不堪言 裡面一定像那在這些戰俘一樣做過的苦哈哈的日子 但是呢 實際上來說 有些人在裡面可是樂在其中啊 那這是要移出去的人裡面 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被矚目的人呢 我所謂矚目的是什麼 你看 軍事看守所或軍事監獄裡面會關押都是軍人對不對 對啊 軍人講究的就是階級嘛 所以我們有一些大官或什麼的通通都要被移送 好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第一批名單裡面包含有什麼 尹清風案的前海軍上校郭立合 還有在共諜案裡面涉嫌泄滅的前陸軍少將羅賢哲 還有貪戶案的前六軍團指揮官陳世余中將 還有前中科院的院長陳優武中將 另外還有一個 還有誰 前憲兵司令何雍堅 都是高官 這些都是高官 所以大家就會看說 你這些高官在軍事監獄裡面 或者軍事看守所裡面所受的待遇 會不會跟人家不太一樣 那大家也會關注 好奇 軍事監獄沒有人知道裡面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就暴露出來了 這些將軍在這個台南監獄裡面 每一個人住的房子有多大你知道嗎 有多大 六坪 六坪 六坪的獨居房 六坪 哇 那六坪比一般的學生的那種套房還要大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有一個前總統陳水扁 之前也被關在台北看守所 而且還出了一本書叫做什麼你知道 1.86坪的總統府 你的意思是說 他只住1.86坪 那他的坪數不是跟的洪仲丘差不多了嗎 他是總統 那跟洪仲丘一樣的空間 但是將軍住的是六坪 那總統的不是三軍統帥 怎麼為什麼將軍還坐到六坪的房間 那沒有關係 現在你要移到台北監獄去了 大家要移到各個監獄去了 像這些將官有些要移到台北監獄去 那大家質疑說 那你會不會在享受這些差別的待遇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以台北監獄來說 一般房舍的這個坪數只有1.38坪 1.38坪 但是要收容幾個你知道 大概三個人 三個人 大一點的有3.54坪 但是收容多少 7到8個人 6.37坪的收容多少 10到20個人 那我們現在這些將官 原先在台南監獄的時候 大家才發現說 他一個人獨居房就佔了6坪 真的空間有夠大 沒錯 我剛剛講到陳水扁對不對 陳水扁後來到監獄去的時候 單獨一個人使用一間房間 多少你知道 1.38坪 後來還為了禮遇他的時候 再弄出另外一個 1.38坪的給他 總共也才多少 2.76坪而已 那還是比將軍小了 還是比將軍小 所以他就說 原來這個將軍犯法 被關了 還有特權 對啊 但是你不要想說 6坪就很大了 你知道 我跟你講還有更大的 還有更大的 3.38坪 看守所還特別幫他 批了一個專區 叫做汪溪嶺軟禁區 原來還有這樣的特別區 我先介紹一下 這個金氏群暴局的這個看守所 現在就是位在景美的這個 人權文化營區 那這個地方呢 結果你知道發現裡面什麼 他30坪之外 你講說他是勞房 我跟你講他乾脆就叫做住宅 公寓好了 30坪比我家還要大 比我家也大了一點 所以你看裡面你知道有什麼 套房 會客室 書房 客廳 而且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家人隨時可以去看他 他的這個軟禁區的外面 還有一個綱哨 你知道幹嘛的嗎 做什麼的 有人幫他占衛兵 還有衛兵啊 就這麼高的 好聽一點是看著他 但是講難聽一點是什麼 應該可能就是為他服務的吧 也有人這樣才 因為他情報頭子不一樣身份 但是不管怎麼樣 現在我們看到 畢竟要移到一般司法去的 這些將官 其實我大概今天也問了一下 法務部的執行科的人 他們也講說 不要講你是將官 或者士官 或者士兵啊 今天移到這邊 大家一視同仁 大家看到這些什麼 不合理的這些禮遇 或什麼 到我們這邊 一切通通都會取消 通通都取消了 想想看 這麼多顆星星 跑到了一般的監獄裡面 他受得了嗎 他關的這個房間 本來有6坪 變成只剩下1.83坪了 這樣的小的坪數 你只能躺在裡面 活動空間變小了 旁邊還沒有一個侍衛 來幫你服務 你不能看電視 你沒有微波爐 什麼設備 豪華的設備 全都沒了 想想看 明天這些將軍一出發 心裡面可真是坎坷不安啊 但是在軍中呢 其實有許多的禁忌存在 而這些禁忌 你千萬不要去破除它 因為破除之後 你可能會惹禍上身啊 那才會真的忐忑不安 是啊 跟各位講 我大概整理了10個 軍中的禁忌 第一個呢 在陸軍裡頭是 禁止女性碰觸軍旗 像是迎旗連旗 而且旗桿不能斷 斷會出事 OK 再來出操的時候呢 誰 哪個天兵 你應該把鋼盔 內側朝上放 馬上給我全部武裝 去操場跑三圈 為什麼 因為那很忌諱 倒楣啦 再來 背槍的時候 不能倒著背 當然槍口是一定要朝上的 朝上的啊 你絕對不可以什麼對著人啊 這樣 這樣橫著背 也不能朝地下 這個是對槍要尊重 我們要知道槍下有很多的亡魂 再來第四個 大部隊經過的時候 你要迴避 身人迴避 好 部隊行進間 嚴禁 有人從中間穿越 白木才會從中間穿越啊 也就是說今天 比方說我們這個聯隊呢 這樣往前跑過去的時候呢 哪一個人敢從中間穿越 我們這個聯隊會倒楣啊 所以有時候都會有班長出來交管 所以都一定要避掉的 是 海軍 講到海軍了 在船上就要供奉天上聖母 跟馬祖娘娘 這跟很多的漁民是類似的 軍艦上也有供奉這個喔 對啊 還不知道 要請求林末娘的保佑嘛 潛水艇的數字編號加起來 不可以是4喔 為什麼 你車牌裡會用4嗎 對不對 將心比心嘛 對不對 了解 男兵的帽子就不可以給女兵戴 也不可以給女兵 這個也是一個忌諱 再來第八 槍要架起來 不可以躺在地上 還有各位記不記得 我們當兵的時候去打靶 不能跨槍 跨槍你也是要倒大煤的 對 有人講跨槍的話 槍可能就會莫名其妙走火 很邪門 背執行帶 像以前我是班長 我就背過執行帶 不能蹲 不能進廁所 還有青天白日要由上而下掛 你絕對不能顛倒 你也不可以什麼 讓他髒污等等 國旗軍旗 連旗不能貼地 當然啦 你其實倒倒在地上 不就是倒旗嗎 代表全體陣亡啊 好 這些忌諱呢 不管大家信不信 在軍中很多人是深信不疑 我現在就來講一個忌諱的故事 話說呢 有一個陸軍186拐踢的阿兵哥 當時呢 他在台北市領受市關稅 那麼當時在上課 就有個教官 就問 你們這些學員 有沒有從外島來的啊 就有個學員說 報教官 我是從馬祖 馬祖醫院那裡來的 那教官一聽 這麼巧 馬祖醫院 那你有沒有聽說啊 馬祖醫院旁邊有個小房間 而小房間前面的芒草 絕對不能割 結果那個學員就馬祖教官說 有 包教官 我們的確呢 有知道這樣子的一個傳聞 而且呢 在軍中是被列為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是一個很大的禁忌 可是軍中不是常常要割草 你偏偏那個房間前面不能割草 那個小房間就是馬祖醫院的太平間 他說太平間前面的芒草你絕對不能割 因為你割了就代表什麼 太平間要重新開張了 就像你家的店 你家的門 你如果要重新開張 你前面是不是都要清理乾淨 所以你要是馬芒草割了 太平間就等於是重新開張的意思 就要開始收什麼 收遺體啦 講到這邊 我畫回到故事的前頭 我一開始是說 這是一個他們受幹訓班的時候 教官講的一個事情嘛 對不對 下面的學員聽了全部都 哈哈哈哈 教官 什麼年代啦 你還在講這種 那麼瞎的那種 所以大家不相信 對 那麼瞎的故事 結果教官神情非常的嚴肅說 你們覺得很好笑是吧 我告訴你 剛剛這個故事裡頭 我是不是有提到 馬祖醫院的士官長 立刻叫人打電話 把所有休假或點放的 全部打電話召回 對 我 就是那個打電話的執行官 這件事情千真萬確 當下 下面的學員 鴉雀無聲 謝謝 謝謝 謝謝